你知道电影《雪战钢具零》到底有多细吗? 集结一 电影里暴躁教官训斥新兵的片段 想必大家在其他战争电影中都会见到不少类似的情景 其实这都是在致敬一部叫做《全金属外壳》的电影 也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怒吼教官与寒战士兵的警战主作 才会被后来的电影给争相模仿 集结二 多斯的父亲之所以要阻止多斯去三军 那是因为父亲深刻的知道 战争对人的伤害到底有多残酷 从电影中我们也能看出 父亲其实是一名一战英雄 他的凶章从左到右 分别是美国银西巡章 一战胜利巡章和法国陆军十字奖章 尽管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耀 但残酷的战争还是让这位一战英雄 患上了非常严重的战争恐遗症 让他变得颓废 酗酒 且具有暴力想象 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极力不止多斯参军的原因 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他这种荣耀 但多斯可不那么认为 因为他一直心怀着希望 希望能将这崩坏的世界给拯救 于是双方都以自身的观点 说出了连审讯员都沉默的话 然而父子的矛盾 最终以儿子的坚持而告一段落 当然 其实在父亲走进这个大门开始 也发生了一个小季节 那就是父亲在进门后 走了两步发现门还没关 慌忙的他赶紧回身将门关上 这里的细节只能说非常清楚 表明了父亲此时手足无措的心情 因为陷入战争痛苦的他 十分痛恨着你 但为了儿子 他还是穿上了他讨厌的军服 走进了这让他厌恶的地方 体系三 其实整部电影想表达的主题只有两个 一是战争的残酷 二是坚定的信仰 在残酷的表现上 从主角第一次登岛作战时 我们就能看出 很多士兵在登岛刚开始就不知不觉被乱枪打死 根本看不到对方人在哪里 也不知道子弹红何处射击 这里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在现实战争中根本没有什么上帝式的 大部分的士兵 只能从子弹轨迹 还判断敌人的大概位置 而这部电影正是以一个人的视角 来完美表达战争所带来的压迫感 而对于信仰的主题 电影中也表现了非常多 从多斯坚持不碰杀伤性的气 在那多斯不惜生命 也要多救一名队友的行为 都证明了他对于信仰的强大坚持 继续死 我们从电影中可以发现 很多美国士兵都有着不计头盔弹的习惯 这是因为在美军中一直有一个传言 那就是不计头盔的存活率 要比计头盔的存活率高出一倍 原因则是子弹在打中头盔后 所带来的冲击力会极大 如果子弹打在不计头盔的人头上 顶多也只是将头盔打飞 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但要是系头盔的话 子弹所产生的强大冲击力 甚至会将士兵给起运 当然不系头盔也能够防止敌人 利用头盔带 让人威死 季节五 为什么多斯的队友会极力阻止他 戴上红十字头盔呢 那是因为他们的敌人 是一群不讲人道的畜生 在二战时期 鸿蒙国和轴心国共同签下了日内法公约 里面明确规定了不能击杀任何医护人员 这也成为了当时所有国家的共识 而在太平洋战争中 丧心病狂的小日子 直接无视这条法令 不仅把医护人员视为捞取军工的对象 还将他们给列为最优先击杀的目标 这让当时很多不知情的医疗兵当场命撒枪口 这也导致了许多伤员无法得到救治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队友要阻止多似带医护头科的原因 季节6 影片中造型独特的注射器 成为了观众的一大焦点 因为这个注射器 不像其他普遍注射器那样 是个真主形状 而是一个看似迷你牙膏的样子 这其实就是著名的西雷克马肺皮下注射器 主要用于伤员缓解疼痛和减轻死亡痛苦的作用 它里面还有32颗马肺 管口密封 且安装了双头针管 只需要皮下注射机可 而这巧妙的设计 不仅让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也让它不容易在运输头中损坏 这对于当时的美军来说 无疑是战场中最大的安慰机